早该如此 杨大人 你坐下 咱俩现在就详细商议此事 早该如此 杨县还不明白吗 之前就是老夫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要你一坐下 喝喝茶打打屁 保准你之后也玩不下去 不料杨县早有准备 这是下官草女的中书省张城法纪 九款二十八字 还商议 我早给你们定好了规矩 你李善长敢有一条不遵守的事实 我立刻就报到陛下那里去 李善长硬着头皮打开 看都不看便点头道 好 好啊 目送着杨县离开 李善长终于露出真面目 把张城法纪狠狠地摔在地上 算你小子狠 咱们走着瞧 这李善长老谋深算 能跟杨县走着瞧 同样血迹方刚的胡文庸 却耐不住这个性子了